近日,网传中国人民大学退出国际大学排名引发关注,这并不是此类消息第一次引起热议。 此前有消息称,南京大学、兰州大学也已陆续退出国际大学排名。 在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中,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在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。 为何部分高校开始选择与国际排名结榜? 对此专家表示,此举绝不是要闭门造车,而是表明部分高校对于国际大学排名的态度正在转变。 大学排行榜本质上是社会机构根据可量化的共性指标设置的排名,无法客观全面评价一所大学。 专家认为,过去一段时间里,对于国际排名的过分推崇,也使得一些高校出现了为论文,为排名倾向,极带扭转。 我要对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大学进行排名,那我一定要找到所有大学都有的公文性指标嘛,无论就是规模指标,为了你的学生研究指标,教师的规模,国际生的规模,占比论文的数量,论文的引用率,复视了你自身的内涵建设。 而教育教育教学,它恰恰是无法从排行榜中提前出来的,它是一个过程性的评价。而且每个国家的办学制度不同,有的国家有的,我们国家可能是没有。 有的大学就按照排名的指标来进行办议。用论文发表的数量,发表了什么样的期刊榜式来评价教师,被大学排行榜绑架了。 专家认为,中国高校应理性客观看待大学排行榜,真正走出一条重人才,有特色,高质量的办学路。 本来他对大学的这种办学仅仅就是个参考作用。 对学生来说,我选择大学,而排行榜呢,把这一系续都整过了。 那我根据我的情况来分析一下,它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。 学校自身,你要真正提高你的质量,你必须聚教育,你要做一流的人才的培养。 你一定要重视教育教学,你要做一流的研究,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办学改革,评价改革,真正的建立起中业同行评价机制。 更应该注意的就是,你怎么样去重视运行发展,颁出你的特色。 这才是我们大学现在应该努力去做的事。